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施起 这是由YBMTV为你呈现的青年有约 青年有约是一个邀请40岁以下的青年 来进行访谈录制的一个节目 让青年通过自己的心路历程 来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以生命影响生命 那这期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郑英杰居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英杰 我是出生于雪舟八生 就是土生土长的八生人 然后目前我的职业 就是Indy国际学院的多媒体系的主任 然后再来就是也兼职八生末典文化中心的主任 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因杰在相关的领域呢 就是在书法领域这方面都有不错的成就 那就好像他曾经在2019年 2020年的时候举办过个人的水墨画展 那他也曾经融获2018年马来西亚 为什么会投入这个领域呢 当我本身是一个独子 独生子 然后父母的工作 尤其是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工作狂 三岁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我送去幼儿园 然后他们就觉得好吧 这样就让我去尝试学画画 一年后就是在我学习西洋画之后一年 我母亲就把我送去带去了带去比赛 我的第一场比赛我得了第三名 非常棒耶 我觉得是幸运了 我一直觉得是幸运了 OK 然后从那时开始我母亲也觉得 而且他们也可能也需要带我长处去比赛 当然出去比赛的原因不是为了荣誉 也不是说为了得奖 其实背后的主要一个最大的因素 就是担心 OK 现在所谓现代的人 把他称为社恐 OK 就是社会恐惧症 然后也就是说社交能力有问题 然后因为我是独子嘛 家里就是对父母 然后所以他们就一直把我带去 之后的话过后就到了8岁 也在一场绘画比赛 我就得了一个三个月的全勉 学习书法 OK 就那时就遇到我的书法的启蒙老师 就是赖犬和老师 然后就陆续续的学习 就当中我其实西洋画跟书法 我也一直同时在进行 不可否认嘛 就是说中学时候 我们时常会有画画的版 这样子 所以就会比较偏向那边 然后SPM 我们考SPM的 所以是主要是美术 美术系统 所以也是为了SPM 之后当然Fontree就决定了 想要拿纯美这块东西 就是纯美术 所以成为一个 当时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老师 我其实挺排斥老师的 对我那时候我的 我的第一个志愿一定是要当艺术家 然后当然那时候父母不接受 过后到了 Fontree毕业 就是那时候就正式出来 SPM成绩的时候就已经要选择了 然后也还好 过后离浪 我母亲父母让一步 我也退一步 然后就选择了高西 OK 就是商业美术啦 就是讲面商业美术 那我们都说三岁定八十哈 那看来英杰今天能够站在书法的这个领域呢 全都是跟他童年有关系 那么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西洋化还是书法 我们统称为艺术 那艺术在我国很多人的口中 甚至是脑海里 印象里的刻板印象里 都会觉得是一种找不到吃的行业 那能否请英杰为我们更深入的聊一聊 你在这个领域遇到最困难的事情呢 的确是老实讲在马来西亚是很难 OK 因为我们 我们其实马来西亚很多人才 OK这个我觉得是全世界公认的 可是我们很可惜的 我们活在一个尤其是美术 美术艺术方面 还不是很全面感受对于艺术是很看重的 我所谓的不看重并不是说没有人喜欢 或者没有人去欣赏 可是往往当他喜欢的时候 或者感受的时候 他不会去花一笔钱 可能我去买这副作品 这副作品我很欣赏 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以行动 而并不是用语言 语言 我很美 就觉得这样的支持 其实我们就少了愿意出钱 以行动去支持艺术家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是为什么当初 FOM3的时候我父母都很反对 因为他们也知道会很难 甚至你读了出美 我让你去追求你的梦想 可是可能出来 可能间接的害了你 因为我其实西洋化我认识很多老师 然后里面有很多 甚至到了退休都其实默默无闻 他本身是很厉害 可是他还是默默无闻的 原来是这样子 那刚才英杰有提到一个重点 我个人是蛮认同 就是很多人对于欣赏艺术 这一个东西都只是口头上 而不是行动上 那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候 加上之前疫情的时候 会不会说就是在艺术这个领域 虽然说找不到经济来源 但是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 当然因为有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们很鼓励希望蛮多艺术家 或者在创作艺术的工作者都建制 所谓的兼职就是说 可能你有一个固定工作 剩下的时间才来创作 做你的东西 这个会比较能够鼓励的 我觉得这一个可能在比较年轻的 尤其年轻一辈的艺术家 或者艺术工作者 可以尝试做这样的方法 想要请问一下英杰 能不能够用一些心灵鸡汤 还是座右鸣来告诉我们 你是如何在你的这个领域方面 继续坚持下去的呢 我很多人讲说不要看心灵鸡汤太多 然后可是其实我本身喜欢看心灵鸡汤 然后其中一句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不要看到希望才去努力 而是努力之后你才会看到希望 坚持的信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 那我们听了英杰刚才分享了很多精彩 又很得意的故事之后呢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 看到英杰在这里为我们大展身手呢 我身后是英杰其中一幅作品 那能否请英杰就是在现场为我们做一幅画呢 可以没问题 好现在我们画了一个场景啊 让我们的英杰为我们展示一下它的功力了 那现在我们要画什么还是要写什么呢 好就基本上现在我们先画先 OK然后我们将会画是今年的生肖 就是兔子 很好很好 那我们示范一次我们来看一看 兔子老实讲兔子不会难画了 OK 如果你会画你会写C OK 就基本上也是会 一层拱一半 大家学一学啊 比如说第一笔就是一个C 就是从重到轻的一个C 这个就是额头 然后按着 然后再一个 重到轻的一个C 这个就是额头 OK 然后再一个C位 然后再一边过去 然后留一点空位 就是一个前后的一个耳朵 然后这个大C就是它的尾 就是它的我们叫背部吧 哦 然后它就一个这样子一个C 哦 原来是这样 然后这边再短短的一个C去完成了 然后这里一个 它的大腿 就是它很有力的一个大腿 要完成 也是一个C 然后如果再要的话 接下来我们它的前手 嗯 这边也可以做一个C就好了 这样子就这样这样翻 嗯 现在我们开始就用 身色身末 嗯 把它的一些细节 画出来 眼睛 嗯 嗯 眼睛呢 带个圆 嗯哼 眼睛 然后眼睛呢 基本上你要画大 然后就在这个C 这个额头 嗯 这个底下 这边点一个点 是它的鼻子吗 它鼻子 哦 对 然后再 再弯一个C 再大一点的C 这个是它的后面的轮廓 哦 后面的轮廓 嗯 所以兔子的很明确的是在这个底部这一边 我们就要画那个C 哇 这下边看起来很轻哦 这个要稍微轻一点 哦 然后呢 这边再加一点点一个S型啦 嗯 S型主要是它的那个井那一边 嗯 然后到它的胸 然后这边弯过来 过去 啊 就是这边是它的手 哦 也可以叫前脚 哦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幅兔子 啊 这么可爱的一只兔子 又有不同颜色的建成 就画好了 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漂亮 很荣幸 也能够在现场看到 英杰为我们展示这幅画 那么还没有订阅YBAM TV的朋友 赶紧订阅起来 开启小铃铛 不要忘记 按赞 订阅 分享 还有留言哦 青年有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